今天台股兩大最熱門的ETF 陸港股相關ETF跟美債相關的ETF 全部都下跌 那到底是美債能低接還是陸港股能低接 今天節目告訴你 我帥氣是因為我幫你賺到漲平 我是股市貴公子 鍾坤真 各位導師朋友好我是分析師鍾坤真 今天是11月8號星期二台股市開低走高 尾盤是下跌了91點 成交量是縮到了3714億 那當然你會覺得說今天成交量 這樣跟整個氛圍好像有一點比較清淡冷清很正常 畢竟陸股才剛開盤 部分的資金一定會稍微被吸過去被排擠到 這非常的正常 那當然說最近非常熱門的 陸港股相關ETF 尤其是00887 有沒有 今天下跌了48% 好這天一直告訴大家 溢價過高的ETF先不要去買 好 那還有就是說 一樣是旁邊上熱門度相當高的ETF 美國公債相關的ETF 今天也是持續在破了短底 那你說 如果說 美債相關ETF 跟 陸港股相關ETF 要去做低接 到底要接誰比較好 等一下我再來告訴大家 我會幫大家完整的解析出我的理由在哪裡 跟美債真的會漲回錢高嗎 陸港股真的還會再創高嗎 等一下再來告訴大家 其實我跟大家說 中國股市跟 香港股市 近期真的是強到爆 今天小幅度的拉回來 但是他還是一樣是收 下影線 整體我覺得是說是強勢啦 畢竟漲這麼久了 這是恒生 今天一樣收下影線 包含說 上陣 稍微開高之後 消化賣壓 今天還是收下影線 深圳也是 收下影線 好那其實 大家要知道中國大陸現在最 大的問題 其實就是大家會去想 你現在到底是短暫的 短暫的在撒錢還是真的要反轉了 其實我告訴大家 中國股市到底會反轉還是這真的只是曇花一現 只要四個字 四個字 只要這四個字解決 我跟你講 陸股真的會從 反彈變回升 就四個字 大家去想一下 等一下我再來說 來我們先看一下今天的指數 今天加全指數是開低走高有沒有 符合今天早上所講的 每天早上8點30分開盤前半小時 中式直播解盤 Live的 直播解盤 全台灣唯一 直播解盤 我就告訴大家 今天會開 低走高 而且你去看 我在今天早上就特別跟大家說 如果說要去做期貨當充的話 很簡單 今天如果有來到2285里以上 就去放空 如果有來到22600以下 就可以去做多 有沒有 有沒有 今天8點37分28秒 Live 來我們看一下今天的走勢 這是當日的走勢圖 來我們畫一下 22600大概在這個位置 有沒有 就算你在一跌破22600去買 一直到尾盤 還是賺錢的 全部都是賺錢 恭喜大家 通通都賺錢 今天賺不多啦 但是全部都有賺 最多可以賺到個 30到50點左右 沒有任何的問題 好啦其實就像我一直跟大家強調的 只要你了解整個 國際股市的 邏輯 跟他的方向 在哪裡 回到台股來看 我們的精準度可以到什麼程度 我們的精準度可以在盤前半小時 還沒開盤 就跟你預告今天台股到底會怎麼走 為什麼我今天會說 台股會開低走高 很簡單 因為昨天晚上沒有利空 昨天晚上不論說美股 還是說台積電 還是說NVIDIA 他都比較偏向是說 籌碼面的消化 既然純粹只是籌碼面的消化 今天拉回來一定會有第一件買盤 今天真的就開低走高 那也順便教大家一下 很多人會說 我要怎麼去抓這個 關鍵價位 其實抓關鍵價很簡單 我們就是看著加權指數 去做台子期 就這樣 如果說你是比較積極投資人 你可以承受比較高的風險 一跌破關鍵價可以馬上進場 沒有問題 但是以我來講 我會等到直穩再去做進場 我不會做馬上 我會比較偏向是右側交易 等到直穩要轉強我才會去做進場 如果說以今天為例的話 今天我 因為今天一開盤就跌破22600 那我不會馬上進場 我大概會等到稍微在11點 已經直穩了 我才進場去買 賺的比較少 但是 風險也比較低 這部分就給大家去做參考 這都免費的 每天早上會免費提供給大家 歡迎大家訂閱我們的YouTube 或鎖定早上8點30分 我們的盤線節目 好那再講入股跟 港股 還有美在ETF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台股 其實台股大方向還是不變 我就跟大家說 美國經濟現在是好到 爆炸 上禮拜的ISM製造業指 非製造業指數 高於市場預期 上禮拜五的失業率低於市場預期 上禮拜五的非農數據 高於市場預期 經濟非常好 如果這禮拜的CPI跟PPI 只要不要說開得太誇張 這不就叫金髮女孩嗎 是不是 低利率的環境 通膨在下滑 經濟在往上去做成長 這就是金髮女孩嗎 而且我就跟大家說 因為聯準會才剛降兩碼 所以剛降兩碼這個效果 還出不來 大概要等一到兩個月 也就是說我們要看到 整個聯準會降息降兩碼的成效 最快大概要到 11月 左右 大概11月中 11月中那個效果就會很明顯開始出來了 所以我才跟大家說 台股在第四季就是 稻吃 甘蔗 記住這句話 稻吃甘蔗 因為降息的力道跟降息的效果會越來越好越來越好 那當開始 效果發揮之後就像我講的 市場會重新去反映 2025年的企業獲利 當去反映 因為說 很多人會這樣講 台股現在位階太高了 太貴了 漲不動了 其實不是這樣 只要明年2025年的獲利跟著被上修 台股現在其實一點都不貴 所以我才說 他會隨著 他會隨著降息效果慢慢出現 慢慢的往上拉 都沒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說第四季的台股跟美股就是走金髮女孩 沒有問題 所以 回到台股來看 我覺得說就比較偏向是短線震盪 短線稍微消化技術面的賣壓 籌碼面的賣壓稍微去消化一下 很快就會再攻高 好那我們回到陸港股來看 其實如果以陸港股來講 我們看一下 陸港股今天是稍微有一點點的 賣壓出現 但是整體來講我覺得還會有高點可以去做期待 因為其實我這樣跟大家說 你看 就以陸港股來講 他已經 跌很久很久了 我們把周期縮小來看 我們把周期縮得更小 你去看 就以深圳來講 深圳是非常強勢 但是你去把縮圖縮小來看 他的高點是出現在2021 已經爛三年了 他已經爛三年了 有沒有 這裡 包含像是上陣 也是一樣 他也是 已經疲弱了非常久 而且幾乎快要回到前高了 好 那很多人就講 這樣子的漲法真的沒有問題嗎 這真的不是短期的激勵效果嗎 其實我跟你講 中國大陸之所以會爛這麼久 爛三年 就因為四個字 有沒有想到 叫做共同富裕 真的 為什麼經濟會這麼爛 就是共同富裕 所以我跟你說 只要解決共同富裕 這四個字 陸港股他一定會從 止跌反彈 變成是真正的多頭行情 由經濟帶動的多頭行情 你去想 因為其實近幾年一直在提倡這四個字 共同富裕 之前不是還有新聞嗎 還有印象吧 有個銀行的行員 好 那他因為說突然被減薪 政府說你這個銀行行員的薪水太高了 不行不行 我們要共同富裕 直接把你薪水砍半 結果導致 就出現了一些意外 什麼意外就大家自己去查 所以其實說 在這樣的情況你去想 當你在一個國家領高薪 只要你薪水領得太高 你隨時可能會面臨到被減薪 被砍薪的風險 那誰要努力啊 是吧 誰要努力啊 我賺的越多 我可能被減薪的風險就越高 有誰要努力 不會 在這種前提之下不會有人要努力 那經濟怎麼可能會好 不可能會好啊 因為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風險嘛 我賺這麼多有什麼用 哪一天隨時被減薪怎麼辦 好 那現在重點來了 因為說當時話講得太滿 共同富裕共同富裕 所以基本上要現在改口 不可能 因為畢竟是一個共產國家 你說要 要取消共同富裕 這個難度很高 但是你去想 好 近期推動的措施 推動的政策 包含說降息 降準 印鈔票 等等的 把整個 入港股全部都 把它往上帶 激勵上來 這其實會讓 有錢的又更有錢 你去想啊 股市都全面上漲 甚至政府說 鼓勵人民說 趕快去買股票 股市要上漲 股市要上漲了 你錢越多 買的越多 當股市上漲你就賺的越多 沒有錯嘛 那這樣子的邏輯跟共同富裕就有點違和啦 因為股市上漲 他就會讓有錢的越來越有錢 所以就是因為他用這樣子的政策 所以 我認為 他是在變相的去解決共同富裕這四個字 就是 他不可能去認錯 但是我還是要解決啊 經濟要起來我一定要解決要怎麼解決 拉抬股票市場最直接 你有錢的 買的越多 賺的越多 那共同富裕這四個字就會慢慢的被拉開 懂了吧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覺得說 在這一次的政策是有機會 目前看還不確定啦 但是我就說未來有機會 有機會讓整個中國股市他是從 跌身後的反彈變成是 跌身後的 反轉 因為如果說這個 因為你去想喔 當大家都賺到錢 刺激消費 刺激經濟 經濟不就開始會慢慢起來了嗎 所以我就說這是有機會的 所以 我覺得說他是還會有高點可以做期待啦 那我也是跟大家說 尤其是說政府都已經公開喊話了 我就是要讓股票市場漲 撒這麼多錢 整個對內對外全部都說我一定要救經濟救股市 你覺得他會這麼快讓股市跌嗎 短期內我覺得不太可能啦 那再把周期拉長來看 假設說這樣子的政策真的能夠解決共同富裕 那真的就反轉了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以陸港股來講 我覺得是值得下去做切入 所以我今天 也買了一檔 相關的ETF 就像我跟大家說的 要買陸港股ETF不是說不行 但是一定要有一個前提 不要溢價溢太高 就是 溢價溢太高 我昨天才剛講嘛 00887 有沒有 昨天漲了116% 今天跌48% 你說為什麼 今天陸港股不弱 雖然是有 開高走低 但是還是漲的啊 就是因為他溢價溢太多了 我昨天才說嘛 一張 一張禁止只有12點多的股價 被炒到38塊 一個1200元的商品 你花3800元在買 你不是盤子嗎 是不是 就是這樣的邏輯啊 所以你說今天怎麼跌這麼多 其實我跟你講 今天他不過就叫做 收斂溢價 就這樣而已 真的就是收斂溢價而已 他從原本的 超漲 變成是 稍微的 原本的 從原本的大幅超漲 變成稍微的超漲 就這樣而已 所以我覺得說要買可以 但是不要去買 溢價太高的 所以我今天去買了一檔 00636 國泰中國 A50 你說為什麼我會去買這一檔 不是開盤前買 我是等到他跌下來 跌了10%8% 這個時候我才去做買進 就是說已經跌下來了 禁止收斂了 我才下去縫低去做協入 今天這個我可以直接跟大家講 今天我們就是買這一檔 00636 那為什麼我會去買這一檔 兩個 兩個理由 第一 我覺得 他的溢價幅度比較漂亮 他幾乎是沒有溢價 那到了今天的尾盤 跌了10% 幾乎他已經變成 折價了 是折價 光是折價這個 他上漲空間就比其他 他ETF還要來的大了 所以因為說 他有稍微有一點折價 等於是說 賣 賣100塊的東西 我們用80塊買到 我們就贏在起跑店了 是不是 所以 00636 第一點 那第二點是因為說他的成分股 非常的漂亮 因為我覺得說 如果說中國經濟 他真的要開始復甦的話 首先 他會從民生必需品開始漲 他會從原物料 他會從一些銀行類股開始漲 高科技類股反而不會這麼直接的受惠 所以你看 他的成分貴州茅台 有沒有 貴州茅台 招商銀行 長江電力 中國平安 工商銀行 他都是比較偏向民生必需品 內需概念的 這個我覺得說 標的就不錯 還有一個重點 你看 他的標的幾乎全部都是 全值股 有沒有 貴州茅台 招商銀行 寧德時代不算 寧德時代不算是全值股 貴州茅台 招商銀行 跟 長江電力 中國平安 這都是前十大全值股 裡面的標的 所以等於是說 安全 穩定 全部都是大股票大公司 只要說中國股市漲 他們一定連帶都會受惠 這個概念就有一點像是說 我們在挑 台股的ETF 我們一定是去挑 台積電比重最高的 沒有錯 那我們挑入股的ETF 我就會去挑 茅台 比重最高的 因為茅台是他們家的全值股 所以給大家去做參考 00636 因為其實說 債股票市場就是這樣 你說一定會漲嗎 當然不一定 但是我覺得說 以目前的狀態來看 這些ETF的 利潤是大於風險 我覺得值得一次 但是我要說 如果如果真的有跌下來 可能說跌破 23塊 24塊 我會停損 我會去做停損 因為畢竟說 這比較偏向是短線的一個 時機財 真的上不去 我就停損掉就好 我是會停損的 大家特別去做留意 因為其實說股票市場就是這樣 當我們發現一個標的 利潤大於風險 這就值得一次 因為其實說很多 投資人都會有這個迷思 覺得我在股票市場我一定要找一檔股票 一向標的 百分之百一定會賺 其實我跟你說有這個想法 通常都賺不到錢 股票市場一定是這樣 只要他的利潤大於他的報酬 我們就值得一次 因為這個期望值就是正的了 是不是 如果說我們長期都買這種股票 因為股市 沒有什麼百分之百 一定會停損 一定會有跌的時候 那只要我們長期都是鎖定這種 利潤大於風險 利潤大於風險 勝率高於六成七成的 長期的期望值就是正向的 所以我覺得說這種 可以去試試看 不用 不用太過於擔心 所以就是因為說我覺得現在的陸港股 他的利潤是大於他的風險 值得一次 我就會去做低階 這部分給大家參考 那再來 因為說像今天的 台積電 有沒有 持續上千元 紅海 小幅度 就是說都沒有太大變化 小幅度的拉回來 我就說200元以下 都還可以去做買進 逛搭 280元以下都不貴 那我覺得 接下來是有機會上看到300元 這部分看法都不變 包含像聯法科也是 今天有沒有 我一直跟大家說 只要在1200以下去買進 都不貴 好 今天收盤收1225 還是賺錢 所以全值股 我覺得說都持續看好 好那我們來到另外一個重點 你去看 就是美債 國泰20年美債算是比較熱門的 00687 今天再破一個小短底 跟元大美債20年 今天也是再破了一個小短底 也都是比較熱門一點的商品 好 那很多人就這樣講 市場就要流傳了 在降息循環裡面 買美債100%是穩賺的 穩贏的 但是其實我這麼說 因為說很多投資人會去看 今年的聯準會到年底 預估是要降齊市 FedWatch FedWatch 它裡面的點證圖 顯示就是會降市 但是大家要知道 FedWatch 這是民間機構 不是政府機構 FedWatch不是 不是Fed它所開出來的網站 FedWatch是民間機構 代表說它的點證圖也是預測的 這也是預測出來的 那你覺得聯準會它會不會變 我這麼說 以目前的FedWatch點證圖來看 美債確實會回到前高 它的價格確實會回到前高 因為如果說今年年底真的降了4到5碼 它一定還會再漲 但是現在問題來了 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假設 假設說接下來美國經濟數據都非常非常的好 下個月的非農數據爆表 失業率也大幅下降 服務業指數也大幅度的提升也爆表 那有沒有一種可能性 聯準會接下來就不降息 你有沒有想過 聯準會之所以會降息 是因為美國經濟不好 那如果接下來數據證明了 啊我們降兩碼 美國經濟就已經好到爆了 就已經開始在復甦了 那我還有降息的必要嗎 不要說不可能喔 機率以目前來看機率是不高沒錯 但是不是零機率喔 這個機率不是為零喔 那如果萬一 接下來經濟真的都很好 聯準會就啊 我不降息了 或是說我就降一碼就好 到了今年年底 終點利率只剩下3% 只剩下 3碼 那你覺得美債還會再漲嗎 這個難度就很高了喔 這就可能不會再漲起來了喔 可能就要等到明年 才會再慢慢反應了 所以我是這麼認為啦 就是說 以目前的美國經濟來看 今年年底 不一定會降到4碼 那不一定會降到4碼 代表說 美債它不一定有辦法回到前高 是吧 這個位置 它就不一定有辦法再漲上去 所以我覺得說如果說以美債來講 我是不建議下去做低階 兩個重點 兩個理由 第一 它是存在風險的 因為如果說聯準會真的不降息 機率不高 但是不是說不可能 如果真的不降息 它 可能就漲不回去了 那第二點 就算漲回去 它的利潤空間也不大 所以我覺得說以目前的來看 因為說美債它本來就是波動比較小的商品 它不像陸港股 陸港股之所以我會去做低階 是因為它的空間太大了 那個一天漲幅230%都有機會 我的風險報酬比很漂亮啊 我為什麼不要去試試看 但是美債就不一樣了喔 它就有一點點是剛好這樣反過來 風險是大於它的利潤 等於是說 你不是零風險 但是我們要賺的利潤 就是那個 銀頭小利你知道嗎 美債本來就是銀頭小利了 穩穩的讓你去賺 那我為什麼要去冒個風險 去賺那個銀頭小利 沒必要吧 所以我的看法是這樣啦 今天最多人問的兩大商品 美債ETF 跟陸港股相關的ETF 如果是我 我們就單以這個風險報酬的角度來看 陸港股值得接 美債不值得接 大概就是這樣 不是說不好 就是說它的風暴比就不漂亮啊 所以說那如果說我現在持有投資人怎麼辦 如果是我啦 我不會去做加碼 因為好股票很多 為什麼我一定要去做加碼 我不會去做加碼 這個位置我不會去做加碼 那甚至我會鼓勵大家 可以換 就去做換股 沒有太大的問題 因為這個邏輯很簡單 就是說 如果說以美債來講 就算你買在最高點 買在最高點 其實這個幅度說真的 10%而已 也不大 也真的也不大 就算你買在32塊 最高點 到今天最低點 差不多就是 10% 差不多嘛 所以 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其實10%很快啦 這個你稍微換個股票 稍微去做一點調整 很快就賺回來了 所以如果你說 美債能不能再買 能不能再加碼 我的建議是 可以去做轉換 換到說風險報酬比 更漂亮的商品上面 都沒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這部分就給大家去做參考 所以你看 這就像我講的吧 就是說 只要你了解 全世界的商品 陸股 港股 美債 黃金 原油 回到台股來看 你自然就會知道怎麼走了啊 有什麼問題 台股就是 稻 豆吃甘蔗 既然是豆吃甘蔗 既然說在11月中 降息兩碼的效果會發揮到最強最大 第四季祭出不就是買點嗎 是吧 第四季祭出就是買點啊 所以你看 了解整個國際股市 再回來看台股 你不用看你就知道他會怎麼走 那當你了解台股 勝率至少六成起跳了嘛 你再稍微了解產業 稍微了解個股的價值 我跟你講 勝率真的保持八成沒有問題 來我們看喔 我就一直跟大家強調 就是說 只要掌握產業 最大最大的價值 就在於說我們能夠提前買到未來 標股 掌握產業的目的不是讓你說買當天的標股 誰不會 你把那個漲幅排行榜列出來 打一檔股票漲7%漲8%了買進去你就買到今天的標股 就這麼簡單 但是我的價值是 帶你買到未來的標股 來你看喔 這一波的特用化學 跟G2C 這兩者之間的關係你看我們掌握得多好 1711的永光 跌3% 中華化 跌5% 三晃 跌停板 跌了9.9% 是吧 但是你看 智盛 今天一度漲了半根漲停板 我們持股全部都是獲利中 通通都是獲利的 再來 君華 有沒有漲 全部都是上漲的啊 很 我覺得說他會過 他會 上千啦 君華有機會上千 君豪 雖然是稍微的開高走低 但是 相對還是強勢啊 畢竟說他剛出關 剛出關會稍微去消化之前的賣意啊 這很正常 但是整體還是強勢 還是創了一個短線新高 好那你去看喔 這個就是產業的價值 我一直跟大家說 掌握產業 我能夠帶你提前買到未來的標股 這不是口號 這不是口號 你看 我們當時在7月份 我們就先賺了嘛 君豪君華自勝 我們之前就賺過一段了 我們就以自勝為例 賺過這一段 大概在這個位置 有沒有 這一段 賺了這一段 好那你看喔 8月29號 在我的LINE 這是公開的 這是免費的 你可以自己去看 我就說 G2C聯盟 君華君豪自勝 不用再追了 資金開始轉移到上游的 特用化學 看好了 8月29號 在這個位置 有沒有 剛剛好 就是 就是高點 8月29號在這裡 一出清 沒有再創高了 好那我們再看其他的 8月29 8月29號在這裡 有沒有 當時候的高點 在這個位置 來這裡 8月29 幾乎完全就是高點 是吧 那當時我就跟大家說 我把資金 轉移到 特用化學 你看 永光 永光 8月29 這個位置 有沒有 一路這樣長上去 這個走勢是完全相反的 再來 再來 當時就預告了幾大碼 三晃中華化永光 達新材料 8月19 在哪裡 這裡 有沒有 走勢完全相反的 而且這真的是提前佈局喔 連漲都沒有漲 技術面 連轉強都沒有轉強 在這個位置 一路這樣漲上去 好啦再來 中華化 8月29 這裡 有沒有 就在這個位置 一樣是這樣漲了一段 甚至說我們 重壓的達新材料 8月29 9 這個位置有沒有 這才是真正的提前佈局啊 就是 提前佈局的邏輯就是 你在當下你根本就不覺得他會漲 那你說有什麼好處 低成本啊 提前佈局我們就會有低成本 有了低成本我們就有高勝率 就這麼簡單 說高勝率怎麼來的 高勝率就是低成本 因為你成本夠低 就像我講的嘛 就算遇到大盤不好 就算被大盤拖累 頂多頂多 從賺錢變沒賺 就這麼簡單 沒有問題吧 好所以你看有沒有當時就驗證了 好再來喔 我們在 9月19號 9月19號 特用化學 漲多不用追 有沒有 特用化學漲多不用追 我會回過頭來去留意 已經整理過一段的 G2C聯盟 均華均好自盛 9月19號 記住了喔 9月19號 你看9月19號 在 這個位置有沒有 不是最高點 但是也是相對的高點 是吧 就在這裡 9月19號 當時公開促清 9月19號 在 在這裡 也不是最高點 但是他就是一個相對的高點 沒錯嘛 再來 中華化 9月19號 這個位置 幾乎是相對高點 好那你在整個在把它對比這樣過來看 整個特用化學我們出境之後 再回過頭來去看 G2C聯盟 9月19號 在這個位置 有沒有賺錢 一定是賺錢的啊 當時買一直到今天 甚至在昨天 全部都是賺錢的 通通都是賺錢的 這不就提前佈局嗎 那或甚至是說 均華也是 9月19號 在這個位置 有沒有 還是賺錢的 賺不多 但是都還是賺錢的 所以這就是我跟大家在強調的 只要說了解整個大盤的方向 那回到台股上來看 我們只要掌握產業的輪動 掌握他的節奏 我們當然能夠提前買到未來的表股 是吧 這真的是公開驗證給大家看 那為什麼 我們特化出清之後 會再重新轉回到G2C 很簡單啊 我就跟大家說了 因為題材還在 台積電的COAS還是缺貨 先進風雙需求 還是非常非常旺 但是重點是 股價已經漲太多了 短線漲了一段 急漲過了一段 那怎麼辦 你去想 換位思考 如果你今天是主力 你會怎麼做 我很看好COAS 我很看好先進風裝 但是 G2C已經漲太多了 我 裡面籌碼太多 散戶太多 我不能再拉了 我就往上游去找吧 特用化學 是吧 那當特用化學做了一段 漲了一段有獲利了 我還是看好COAS啊 但是裡面散戶又太多 籌碼又太亂了 我再重新轉回到被大家遺忘的 G2C 就這麼簡單 這不就是提前佈局嗎 是不是 所以 還是要跟大家說 掌握產業 最大最大的價值 就是提前卡位 未來的標股 那既然說第四季就是道次甘蔗 現在就是最好的買點 如果說你不知道要買哪些 喜歡這樣子提前佈局提前卡位好 歡迎打電話進來 或視訊我們的Lite 小老鼠 W178 休息一下 聯準會隨時會表態 超跌好股票 現在就要買 加入Lite 小老鼠 W178 W178 跟著股市櫃公子一起掌握 超跌好股票 所以其實你去看喔 就是我們在操作 代會員操作 真的就是這樣 真正實現了 提前佈局 提前把一個產業買好 等到 產業資金開始發酵 市場題材開始發酵 自然就會上漲了 是吧 我覺得只跟大家說 技術面它是落後指標 一定是說資金進來了 資金看到產業看到基本面好 資金才進來 那資金進來之後 股價漲上去技術面才會轉強 沒錯吧 那說我能 我能不能看技術面轉強進去也可以 但是缺點就是 你不會享有低成本優勢 你沒有低成本優勢 你就不會有高勝率的優勢 就這麼簡單 這就是為什麼我一直跟大家說 就是 好的產業提前買起來放啦 包含像是鴻海也是啊 有沒有 當時在8月份 就提前下去做卡位 那我就一直跟大家強調嘛 鴻海好 它會帶動的已經不是什麼電動車 已經不是什麼 這個瓶蓋股 鴻海會帶動 GP200 所以你看今天 相對都強勢吧 齊鴻 小幅度的震盪 我們獲利也都是超過了15% 都是持續獲利中 齊鴻 雙鴻 有沒有 當時我給大家看喔 我們的會員訊息 雙鴻今天最高來到了732 會員持股最高大賺了 33% 已經33%了 我們當時從 8月份這個位置 就佈局了嘛 怎麼雙鴻 這個幅度也沒有到很大 為什麼能夠賺到33%很簡單 低成本優勢 因為我們是提前佈局 因為我們有 低成本優勢 就這麼簡單 所以GP200這一塊我持續看好 包含說川湖 今天也不錯 稍微有買盤開始在進場 很快啦 我就說很快會 會回到月線跟季線之上 等站上去之後 在今年有機會再挑戰1400 跟8996的高利 昨天稍微受到一點 比較偏籌碼面的影響啦 因為說他也沒有什麼大利空 也沒有什麼就是 突發性的狀況 就比較偏向是說在儲置期間 受到籌碼面的影響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高利一樣持續看好 我就說400下都不貴啦 400下我都會持續去找一個加碼點 持續去找買點 跟陳明店 陳明店我覺得 目前 還不到一個買進的時間點 很簡單 假設說 我跟大家講過嘛 陳明店在2025年預估要賺 7塊錢 6到7 隨便給個20倍本益比 他一個最 所以基本最安全的價位就是140 好那你就去想啊 今天收盤是收123 123到140 說真的這個幅度 並不大 等於是說 他的利潤 是小於他的風險 這我就不會去做切入 如果說陳明店再回跌到 110 100塊 我就可能會考慮去做切入 所以 這部分也給大家去做參考 那像是說 我一直跟大家說 其實說在 第四季啊 很多股票都會漲 低位階的 2025的成長股 轉機股全部都會漲 包含像胡連 整個位階相當低 持續 持續的收下引線 相對都是強勢 跟像是3665的貌連 巧幅度拉回 我覺得說 也都還有高點可以期待 那還有像跌幅比較重的 劍核心 劍核心其實也沒有什麼大利空 評估還是比較偏向籌碼面的 狀況啦 籌碼面相對來講是比較 亂一點 那股性是比較 牛一點 所以如果說以劍核心來講 目前位階不低 目前位階不高 都還有再公告的機會 但是我要特別強調 如果說 卡太久不動 或是說走勢真的沒有想像中的好 該換股我是會換股的 所以這部分 就自己去做評估 就是說 節目上講的都是一個大方向 那如果說你要詳細知道說 哪一檔股票是最好的 什麼時間點可以去加碼 什麼時間點可以去做減碼 這就是我們會員的權益 所以加入會員我會直接告訴你說 今天買什麼股票 什麼價位可以買 完整的待進待出 所以還是一樣 台股有望創下 史上最強 第四季 很多好股票 就是現在買 掌握產業 我提前帶你買進 第四季 下半 不要說下半季 整個第四季接下來的 全新表股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直接打電話進來 那直接打電話進來 或視訊我們的Light 小老鼠 W178 W178 這節目就到這邊 下架 想跟上下一檔表股 記得按讚 訂閱分享 加上開啟小鈴鐺 還要記得加入我的Light ID是 W178 W178 前面記得加小老鼠